各位教育先敬大家午安 我是佳一仙宇水国小的老师 那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如何读国语日报学习好品格 那我之所以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个 如何读国语日报学习好品格 是因为五月份那个国语日报有一个问卷 那他有那个问卷调查 那其中一样我觉得 我有写上说我觉得用国语日报来带品格 我觉得收益良多 那那个昨天大家都有拿到一份国语日报 那昨天大家如果今天有带来 可以把它拿出来看一下 昨天的第五版的那个方向 是在那个讲说你有自省能力吗 那这一篇也是一个可以带那个品格教育的好文章 要是我我也会把它拿来运用 那我就把这些我之前用过的文章 当然不止这些还有更多 我就把它套用在那个品格语学院他们的那个 哎教小朋友的部分 那我就发现哎他的很多的面向 我用方向的文章去带 我每一个都可以带到 我就发现那真的是很好用 你有自省能力吗这篇文章 那我就会跟孩子讨论一下 那我觉得这篇文章的重点就是说孩子 老师父母都应该要有自省能力 那今天有自省能力的人他在处理事情的话 就就比较容易做对的事 那也比较有容易有让自己那个改过的机会 那我会跟孩子一起讨论 哎这篇文章的重点在讲什么 然后再来跟孩子经验分享 那因为那个方向的文章 他的他的第二段都会举一个例子 那我跟孩子分享的时候呢 如果我今天 那个他举的是别人的例子 那小朋友在看到别人的例子的时候 他比较容易利用别人的例子去反思自己的 去反省自己 带过一篇文章在讲说 如果你脾气不好的话 那你经过的地方就很像那个垃圾车开过去 臭气冲天 那慢慢的去引导他之后 他现在也脾气也改善了很多 那以前在那个上数学课的时候 如果他有错误我请他订证 可能第一次还给他的时候 他的脸色是很难看的 第二次可能就脸色就更难看 第三次可能就哭出来了 那经过那个这些文章的教导之后 他也 情绪变得稳定了 挫折忍受力也越来越高 然后数学成绩也越来越进步 那这是我收到的效果 然后第二个 我为什么会说明辨是非正向思考 因为第二个我们班 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孩子 是他比较冲动 比较容易犯错的孩子 那我去家访的时候 家长曾经跟我聊说 他 最 每次去幼稚园 小朋友在读幼稚园的时候 每次去幼稚园 接小朋友的时候 最常发生的一件事就是 他刚一踩进幼稚园的门口呢 其他小朋友就围上来了 围上来要做什么 开始打小报告 一群小朋友就围上来 那个 陆中安爸爸我跟你说 陆中安今天又犯了什么错 然后就每次 那个上演的就是去接小朋友 然后踩到 踩到校园的门口 那小朋友就一风而上 然后开始 怎样怎样 开始说这个小朋友 今天犯了什么错误 那我在带领那个方向的文章的时候呢 同学知道这个小朋友容易犯错 那他 这个小朋友犯错的时候 他也会小声的提醒他 因为那个 这个小朋友他被 大家一直 一直跟老师说他的错误之后 他后来也很反感 所以呢 他在家跟姐姐吵架的时候 姐姐去跟爸爸讲说 他有什么犯了什么小错误的时候 那那个小男生就很生气说 要拿刀杀他姐姐 所以我从这个事情 我就知道他其实已经到了 就是他已经很反感人家 对他打小报告这件事情 所以我是教导同学说 小声轻声的提醒他 那我在带领之后呢 这个小朋友他本来是 比较冲动的也比较调皮的 他比较没办法控制自己 可是带了方向的文章之后 我发现他犯错的几率变少了 以前可能是 我们都是从班级走到餐厅去用午餐 那可能我第四节课上完 五分钟没看到小朋友 因为他们排队到餐厅用餐 然后这五分钟到餐厅之后呢 坐下来 那我就坐下来过了五分钟 大家要开始用餐的时候呢 一堆人又开始打小报告了 五分钟没看到 老师如果中安刚刚又做了什么事 做了什么事 对啊 所以经过那个方向文章的教导的时候 我觉得小朋友他真的是 品格方面真的变得比较好 行为也有改变 以前我还没推读报的时候 我可能就是着重在教书这方面 我觉得我要把书教好 让他们学到很多的知识 可是现在我更重视的是教人 如何教教学生品格 让他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用正确的态度 正确的原意去做正确的事情 那最后一个我要强调的是 孩子一定会有错误 那我们要怎么学习接纳孩子的错误 引导孩子走出困境 那我的引导方式就是用那个 国语日报的文章来带那个 带学生带好好品格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